像洗菜 平时在家洗菜吧 一颗菜 当你洗完之后还剩半颗菜 不因为菜上有点黑点 你就整个菜扔了 要你这种做法呢 咱家每次必须买三颗菜 才够你炒一盘菜的 叶子上有虫眼 那必须要扔啊 现在的虫子都已经有这个免疫力了 杀虫药都已经杀不死它们了 对吧 而且一颗菜价值多少 上医院挂号费多少 你对比过吗 这些生活上的细节你关注过吗 那你也太夸张了吧 对吧 不买菜跟自己点外卖 那你也不行 外卖来本来就为了涂禄方便 在餐盒里直接吃不完吗 你不行 还费点倒在自己家碟子里边 而且吧 你还拿勺碗中间的心 菜挨到餐盒的地方 你全都扔了 多浪费 菜是经过高温加热的 那个餐盒都是塑料做的 这个接触过之后 产生那种致癌物 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本身我就不想点外卖 是你非要点的 要是你这样觉得我事多的话 以后外卖就干脆别点 外卖也不让点 在家里吃饭总好吧 前一阵 我们朋友要求我们俩 去他们家吃饭 人家做一大堵菜都挺好的 等准备吃饭 人家把碗筷都准备好了 他从包里拿出两副筷子 你一副我一副 告诉我咱俩拿这块吃饭 还不算完 他拿了我朋友家的碗去厨房 拿开水烫一遍 消毒 当时我看完朋友的脸 都绿了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没有面子 你那个朋友他有胃病 我都跟你说了 别去他们家吃饭 你偏要去 我在网上都查了 这个胃病的患者 就是携带这个幽门罗杆菌 是致癌的 知道吗 而且他会传染 咱俩携带回家 再传给孩子怎么办 你那个朋友 根本就不替咱们的身体着想 他自己心里也没点输 他这种情况 就干脆别请朋友 到家里吃饭 要这样的话 以后你这朋友 咱就别来往了 朋友家 行 你现在不干净 对吧 咱到自己家里 平时我要是感个猫 进门必须给戴口罩 你想本来感冒 喘气就费劲 戴口罩更憋得哄 我听得汗都下来了 这日子过的 那难道你病了 我们就都不设防 然后也传上我了 谁照顾你 把孩子传上 怎么上学去 全家全都瘫痪了 这样叫其乐融融 一家就和睦了是吗